林小宅劈腿,赵小棠崇洋媚外,曾志伟卖假酒,文精灵又分手,十三姨太高贵,林小宅这次是真的翻车了,之前6.25号在微博宣布和谈了7年的男友肚子分手,当时把肚子说成是软饭男,只为他打绑9块钱,导致肚子成了渣男,被网友骂不珍惜林小宅,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洪姐说过,当时分手的微博一出来,除了粉丝和网友, 几乎营销号都在嘲讽林小宅,并称林小宅只恨肚子没出轨,可以和阿庆一样大涨流量,林小宅迟早要出事的,赵小棠称自己团队人员用好牙膏,却给自己买冷酸磷,疑似嫌弃冷酸磷牙膏,被网友指责重养媚外,然而,直播过后,不少网友声称买到了假货,尤其是假酒的留言特别多,称曾志伟卖的是假酒,不仅包装简陋,调形骂也扫不出, 而且从他直播间买的小龙虾个头也非常小,直播卖的货物质量太差了,这不,北方的列阳又发了个视频,标题为不为难你,粉丝还发现他删了关于温金灵的视频,貌似分手了。